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0日凌晨 宋哲的前妻杨慧在微博上发音为自己庆生 回首过去这跌挡起伏的一年 杨慧感触颇深 直言这是感觉像被世界抛弃一样的一年 杨慧称要放开自己 重新开始 儿区父亲也在采访中表示 女儿目前正在办理离婚手续 杨慧凌晨发文表示 宋哲的出轨雨之后的一系列事件 让她在漫长的痛苦之后 慢慢意识到只有放下 过去的阴影才能重新开始 她在微博上写下 对不起 我爱你 经原谅 谢谢你 生活的意义不在于回望过去 放下过去 放开自己 重新开始的话语 鼓励自己开始新的生活 有媒体记者联系到杨慧父亲 被问杨慧和宋哲离婚案的进度时 杨慧表示 杨慧和宋哲的离婚案件目前 还在办理中 杨慧工作很忙 状态也很好 责任编辑 周畅 UV093 分享 在相关阅读 宋哲前妻发文称这一年被世界抛弃 重新开始网易娱乐3月10日报道 2016年 王宝强离婚事件闹得娱乐圈沸沸扬扬 原因是他的妻子 马龙出轨经纪人宋哲 经过半年多的风风雨雨 如今的王宝强已经走出阴霾重新出发 而该世界的另一位受伤者 宋哲太太杨慧如今过得怎么样呢 3月10日凌晨 杨慧微博发文为自己庆生 同时感慨这一年内 感觉像被世界抛弃 这一年经历了太多我未曾 想过的事情 又伤心 又失落 有无助 曾感觉像被世界抛弃一样 但成长可能就是在一夜间吧 能抛弃自己的 只有自己 强迫自己去坚强 去面对 去接受 世界很大 世界很大 我所经历的又算什么呢 对不起 我爱你 请原谅 谢谢你 每天反复地对自己说这几句话 感觉心也渐渐平静下来了 生活的意义不在于回望过去 未来 才是需要努力的方向 这一刻 放下过去 放开自己 重新开始 置我新的一岁 杨慧自理行间 无不透露着这段时间的痛苦与挣扎 傻傻分不清 年轻时的李勇竟撞脸费祥网 亦娱乐3月10日报道 3月9日 博主长春国贸发布了一张年轻时李勇和费祥的照片 并说 左边是汉文导演晒出的李勇1991年大学毕业照 右边是费祥1990年的宣传照 那时两人各像不像 照片中李勇和费祥都留了一头浓密的卷发 相似的发型 美与之间竟有几分相似 李一峰方否认与无亲恋情 她与杨幂林勇而照李勇的绯闻为啥不管 李一峰方否认恋情 她否认和谁的恋情 3月8日是38妇女节 李一峰官方资讯台一峰信在发博称 峰哥最近真的很忙 没空跟各位他谈恋爱传飞门 求放过 一峰信还贴出各种相关绯闻报道的图 图片中绯闻女主角 都被贴心的打了马赛克 并煞费苦心的在每张图片上 都标一个假字来澄清这些绯闻 桃子觉得这 真的很努力啊 不过 尽管图片女主全被打了马赛克 巧的是澄清文中的她似乎是同一个人 那她是谁呢 没错 就是那个性格低调 有些呆呆笨笨的吴欣了 不知道她在节日里 收到这种礼物会怎么想 李一峰自从电视剧《古剑奇坛》播出 开始走红 之后也成了芒果台的常客呀 每次有新剧都会上快乐大本营宣传 吴欣唱歌有毒 经常跑掉 当时在唱歌做游戏环节里 一封 紧紧牵住吴 欣的颤兜手 眼神深情地看着吴欣给她鼓励 也是不得不让人怀疑啊 就是这七块本后 吴欣李一峰同时上了热搜 还出现了大批一心CP粉 不过 李一峰方却在特殊的节日 以这种方式澄清绯闻 网友们觉得这样做无形中伤害了无心 为什么和别的女艺人有绯闻 不选择澄清呢 李一峰和杨幂 从合作电视剧《古剑奇坛》相识 被奉为荧幕最佳情侣CP 两人关系从戏里好到戏外 飞闻也是满 天飞 后来两人在合作电影《怦然心动》时 还传出一张幕后照 李一峰偷摸杨幂的胸 杨幂还一脸娇羞的样子 两人关系一直说不明白啊 李一峰的飞闻对象不只是中国人 连只是合作过一次的李允儿 也成了她的女友 为了宣传电影主题曲 请跟我联络 李一峰请来韩国艺人李允儿前往 布拉格一同拍摄MV 只是一个简单的合作 两人之后却传出已经在一起的传闻 李一峰方却并没有 做相关回应 有新作品上映要炒绯闻 炒热度是娱乐圈尝试 什么友情 爱情真真假假的利益关系 大众也是难看清雅 傻傻分不清 年轻时的李勇净壮脸费祥网 一娱乐三月十日报道 三月九日 博主长春国贸发布了一张 年轻时李勇和费祥的照片 并说 左边是汉文导演 晒出的李勇 1991年大学毕业照 右边是费祥 1990年的宣传照 那时两人各像不像 照片中李勇和费祥 都留了一头浓密的卷发 相似的发型 眉宇之间竟有几分相似